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末期已经减弱为强台风 先后在海南文昌和广东站江登陆 为当地带来严重破坏 央视报道至少造成三人死亡 95人受伤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指示 要求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财政部等撥款2亿7千万元人民币 支援救灾工作 末期星期五下午在海南文昌登陆之后 他的威力还掃海口文昌等地 有电单车司机被强风吹到倒地 要几个消防员合力救起 但留在室内都未必安全 网上片段看到 有民居的窗户都被狂风吹至遥遥欲罪 部分住宅的窗户甚至整个被吹走 这个屋苑多个单位 整片窗不见了 有住户说屋苑也断碎断电 在同日夜晚大约10点 摩蝶在广东站江除民第二次登陆之后 当地出现蓬空暴雨 站江有酒店的顶楼 全层房的天花都被吹淋住户要疏散 摩蝶虽然未有正面吹集广西 但都为凡城港市等地带来风雨 部分道路水浸 摩蝶远离海南之后 市面仍然一片狼藉 大量的垃圾和杂物堵塞路面 当地开始灾后恢复工作 摩蝶导致海南、广东和广西 超过122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指示 要求加紧核实灾情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尽快修复受损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 积极进行灾后重建 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台湾男人杨智渊在大陆因为分裂国家罪 被判9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国台办近日公布 案件上个月底 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杨智渊被指2008年开始 为分裂国家谋求台湾独立 在台湾透过多个台独组织 公开宣扬台独分裂主张 积极实施制定台独分裂行动计划 图谋推动台湾建国 并加入联合国等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 法院认为它的行为 构成分裂国家罪、性质恶劣 所以作出有关的判决 近年内地政府在加强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 下了不少的功夫 除了修订相关的法例 越港两地的销委会 也设有特定的互通投诉机制 Vinson每个月都会安排 两三次北上深圳消费 他说近年内地大型零售商 常常强调消费者保障 好像这日他用内地一个团购平台 买餐饮套票 网站就列出 假如已经购买的套票 到期仍然未使用 就会自动存额退款给消费者 我觉得那件事挺好的 起码有时候真的有机会买了 我说有事上不了来 去不了了 过一期就忘记用 尤其是你手持的那些卷 现在你变上这个 变了即时退回到你的户口 那你是不需要烦恼任何事 事实上今年7月 内地修订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除了原先涵盖的退货 假货索尝等的条文 最新加入禁止经营者 采取自动逐期或者逐费等的服务 另外早在5年之前 香港销委会和广东省销委会 更加建立合作渠道 等两地的消费者跨境遇到 消费9分时都可以向两地 消费会投诉 投诉性质都比较多的 就是延迟送货 又或者是货品质素 这样的投诉比较多 比如延迟送货 很顾名思义 可能较多是经过电商 但是交货 就不是根据合约的承诺 那个时间信得到 货素方面 就可能有些是怀疑 是不是假货 根据香港销委会的数字 2023年通关之后到今年8月 经广东省销委会转介的 内地客投诉一共404宗 港人投诉个案就只有14宗 销委会提醒北上消费的港人 在付钱之前 要先了解清楚产品的资料 并且保留单据付款纪录等 无线电视记者曾晓婷报道 深圳发表秋季民旅计划 包括在国庆日举行大型无人机会演 并且会派一万张的体验券 请游客免费搭空中的士 陈卓康在深圳报道 近年港人更热冲不上消费 深圳上半年录得超过8000万人次的旅客 按年增加1成6 旅游收入更加超过1200亿人民币 升2成4 为了进一步促进旅游业 深圳公布秋季民旅计划 主打低空经济 焦点是11国庆的无人机大型会演 以及假期连续7天在5个地方 出动一万架无人机编队表演 以天空之城大有可能为主题 融合国庆75周年 改革开放深圳地标等元素 为全球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当局将会派发一万张低空飞行产品体验券 请游客坐空中的士 据了解免费的名额大约占四分三 剩下的是优惠券 两条空中的士观光专线 全程8至10分钟 可以欣赏到市中心 深圳湾 盐田港等景色 挂牌价是1980块钱一个人 国庆跟中秋期间的话 我们也会跟市里面跟区里面 做一些优惠的一些活动 价格的话可能会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 让大家基本上都能够使用体验 消费体验这种服务 其余将会在秋季推出的新景点 包括重建翻新的小梅沙水族馆和主题乐园 蛇口港开半湾区游轮短途线 在海上可以见到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桥 当局在同期又会举办救物质等一系列的活动刺激消费 在深圳买手机、无人机等电子产品 可以获得20%最高2000元的政府补贴 无线电视机者陈楚康在深圳报道 深圳机场近日推出外卖速递到登机闸口的服务 这个外送服务在近日试运行 适用于机场大约70个登机闸口 旅客要透过掃描二维码 或者用小程序来订餐点 最快30分钟内送到 外送员是由机场物业职员兼职 机场负责人说 未来会逐步增加商品种类和扩大配送范围 中国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成功翻回地球 新华社报道 航天器在大约9个月之前 在走全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星空 并在星期五成功翻回预定着陆场 报道说 今次试验成功代表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技术日渐成熟 未来可以为和平利用太空 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这次《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以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conducted